为有效地应对边境的中国巴基斯坦的装甲力量 印度购买了460辆T90M主战坦克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数十年之内 这型坦克将成为印度装甲部队的主心股 这些坦克对我军的威胁有多大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近日 据印度媒体报道 俄罗斯的最强外售坦克T90的终极型号T90M主战坦克 将在2020年到2021年全面投入使用 T90M坦克将与俄罗斯目前最大最昂贵 并且采用了诸多高新技术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形成高低搭配的模式 一同淘汰掉现在俄军大量装备的T72早前型号坦克 后续也将淘汰掉T80坦克 T90M相比老式的T90坦克升级了诸多的子系统 如T14同款的防护系统以及新型的火控系统 火炮也是新的改进型125毫米滑糖炮 爆炸反应装甲性能也远远超过了T90 可以说T90M基本上是T90坦克的Pro Max版本 T90坦克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远远的高于中国坦克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适中的性能和便宜的价格 国际上有12个国家累计购买过上千的T90坦克 T90坦克从2001年接到印度陆军上百辆订单以后 外售源源不断 单单是印度一个国家 就购买了1200辆以上的T90坦克 这基本上是俄罗斯军队自己装备T90坦克总量的数倍多 印度方面对此款武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T90坦克可以有效地应对边境的中国巴基斯坦的装甲力量 目前印度陆军装备的坦克数量基本上是堪称南亚第一 主要是以苏式装备为主 印陆军装备4000多辆主战坦克 其中2000辆以上的坦克是老式的T72型号主战坦克 这种坦克面对巴基斯坦的NBT-2000 中国的96A式主战坦克 均不能正面有效地对抗 因此本世纪初印度仅以4.65亿美元的价格 就购买了310辆T90坦克 平均一辆T90坦克仅为150万美元一辆 可谓物美价廉 而在2000年代 T90主战坦克的性能可以说是完全够用的 甚至领先我军的早期9699主战坦克 印度尝到了甜头之后继续地订购 从2008至2013年 从俄罗斯手里购买 外加自己自行生产的T90型号坦克 总共高达727辆 加上之前订购的310辆 印度陆军当时拥有的T90坦克 总数为1037辆 无论是质量和数量 那都是没得说 但是进入新时代 我军和巴基斯坦的坦克更新换代也在加速 我军装备了新式的99A 96B 15式坦克 这三种坦克都拥有极高的数字化设施和火力防护 综合性能已经完全超过了T90坦克 而巴基斯坦也大量的装备了MBT-2000 MBT-3000和T84主战坦克 这些坦克有的性能可以和T90相提并论 有的则完全超过T90 印度感到如坐针毡 于是看到俄罗斯推出的T90改进型T90M 以老版T90三倍的价格购买了460辆T90M主战坦克 基本上为10个装甲团的编制 共计花费20亿美元 并且计划到2027年装备900辆T90M坦克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数十年之内 这型坦克将成为印度装甲部队的主心股 我国的军事专家对此举表示需要提高警惕 因为当前印度本来已经拥有了1000多辆T90坦克了 这些坦克虽然性能落后 但是不是不能与我军一战 而且数量上也对我军坦克形成一定的优势 现在印度又购买了10个装甲团的T90M坦克 这就更不容小觑了 专家具体分析到T90M相比T90提升了几个关键性能 首先T90M配备高科技的红外吸收涂层 不像T90那样容易被我方发现 其次T90M配备了最新的V92S2F发动机 马力和俄罗斯陆军装备的T72BM3坦克一样 达到了1130马力 这使得T90M在中印边境的高原地区 可以随意地驰骋 而没有T90高原的心脏病问题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火力防护和火控系统了 火力上配备了一门改进型的2A46M-5型火炮 这是目前俄罗斯设计并批量装备最好的125毫米坦克炮 相比T90装备的2A46M-1 设计精度和火炮散布均有大幅度提升 发射新型穿甲可以击穿500-600毫米的装甲 这对于我15式坦克和96式坦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以往印度装备的T90发射3BM42穿甲弹 最多也就能打穿430毫米装甲 根本打不穿15式和96式坦克的炮塔 但是如果印度T90M配备了新式的穿甲弹 那么将威胁到我方15和96B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 T90M的防护系统使用了尾部弹药舱 减小了训报的几率 外挂化石反应装甲这种新型的反应装甲 对穿甲弹和破甲弹都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T90M的火控系统也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 SOSNA-U综合观瞄系统 在战场上火力自信飞扬 专家认为T90M的综合性能 虽然稍弱99A 但是和96B15式主战坦克的综合性能基本平齐 一旦这些坦克部署中印边境 我方的质量优势也将被极大的削弱 这对我方的军事力量来说是不利的 而且据传越南购买了64辆T90后 对T90M也是充满了兴趣 有购买的可能 这样一来 中国西南边境面对装甲威胁不容小觑 如何应对这些先进坦克的威胁 这是我们当前急需考虑的问题